我买了一个机器人 煮饭机器人 现在太亮了 看不到 现在在download它的software 如果老人家买了都不费用 这种高科技的生活 煮饭没有油烟的生活 只十年的变化很大 以前是消财消火来煮饭 现在按一个button 按一个炉 它就帮你煮熟了 下载了 然后再update它 学到智晶慢慢消化 OK 机器就是这样的 好像人一样 学到要慢慢消化 如果不然是受不住 是不是 我们先加水 又不用煮 煮东西又靠炉 又微波炉 好 智能生火有什么好呢 带给你很方便 我们再安装菜单 OK 开放 然后呢 你要拿出来的嘛 你不拿出来洗吗 好 这个也要拿出来洗 好 然后这里也要拿出来清洗嘛 你为何锁住 它锁住了呢 我们现在练食煮这个麻油鸡 就是6分钟刚才120度 这个呢 调出这个方法 就是一条就可以了 现在红色呢 就是在煮的当中 这个鸡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 一点点而已 我们试一下啊 看 现在红色呢 1分钟过去了 再等 6分钟过去呢 它就有音乐给你听 这是可以了 来 我们看看 estar计 油温量 漢色呢 同时 混合在一起 就加个鸡进去 现在加上鸡 看一下 它里面是怎么样 煮这个酱要6分钟嘛 真的是神奇 煮就可以了 OK 宝杨 我们试试 烏姜是这样的 是啊 烏姜 就是烏姜 倒一下鸡 鸡鸡 鸡肉 可以了 就介绍一下 好像没有什么油 够油啦,没有那么多油 如果那些酱油呢,你没有 酱油啊?豉油啊? 你只知道 OK,我们加一些酱姜 豉油,放一点 OK,搞定 等一会儿 再把这个盖 盖起来 好简单的 按 120度 按一格就可以了 哦 现在是15分钟 刚才煮了是 10分钟 现在剩下9分多钟 那我就闻到很香的味道出来了 可能这个机器人呢 煮饭真的 好吃 还不知道 现在我们是第一餐 第一餐 你放下去就不需要管它 它就会自动的在煮 不需要看住它 时间一到呢 就可以了 它可以了,可以了 它就会发出音乐给你 就可以了 就可以开了吗 嗯 开了 已经开了 开了 看看 我们看看里面是什么 加火线 哇 好香哦 拿出来看看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机器人煮饭 哦 原质原味啊 哦 为什么这么多油的 放这么小油都 你看 嗯 嗯 所以油不够 哇 拿出来看看 看看 煮到的油 太多油了 你看 鸡肉有油的嘛 嗯 而且你煮的时候 它那些油 你放很多油 是不是 我不是放少少 那鸡肉是不是 嗯 那一会儿怎么洗啊 你知不知道 拆开嘛 不是拆 也有自动洗的 要放水是不是 是啊 放点水下去 它自动洗的 自动清洗 你这样洗 洗得干净 不是 你没有带自动洗的吗 没有啊 是啊 OK 啊 我们试一下好不好吃 这个鸡 来 看它的肉 润不润 嗯 可以 啊 现在呢 煮完饭呢 它就按一个楼 自我清洗 也要八分钟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具呢 适合什么人呢 就是真的 不费煮饭的人 好了好了 洗也洗干净了 看一下打开来 自动清洗 哎哟 自动清洗啊 还是 还是需要 我觉得 熟悉的 哇 哎呀 哪天啊 哎太麻烦了 好了 干净了 洗干净了 哎真的 哈 真的很方便 再洗一遍就可以了 有没有油 没有油了 已经OK了 不用碰 ט 不 不 我 说 嘴